我原是宗旧的一名同工 一直热心侍奉主 敬请等候主的再来 2003年 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 把神的末世福音传给了我 说主耶稣早已重返肉身 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话语 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来彻底捷径人拯救人 通过一段时间的寻求考察 读全能神的话 我明白了许多 以往信主不明白的真理 解决了我信主的一些问题 困惑 我的生命得着了供应 我认定这些话 就是神的声音 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是 之后 我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福音 每天都如饥四刻地读神的话 积极参加教会生活 和弟兄姊妹 一起传福音见证神 感谢神 感谢神 正在这时 撒难的试探临到了我 一天 我正在家里洗衣服 原宗派的徒长老来找我 一进屋就气冲冲地说 你可是教会的主要同工 居然信了东方闪电 难道你忘了经上说的话了吗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 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 招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 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蒙了主的恩招 享受了主的恩典 就应该好好地守住主的道 不能再接受别的道 谁若传的 与我们所信的不一样 我们就应该咒诅他们 你赶紧向主认罪悔改 别再信东方闪电了 又用威胁的口气吓唬说 东方闪电的道 你进去就出不来了 你要是执迷不悟 倒是后悔也晚了 我听他这么一说 当时有些发懵 心里有一些胆怯害怕 觉得我刚接受 对东方闪电还不太了解 万一真像他们说的那样 走错道了 那我这些年 不就白信了吗 土长老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 又说了很多攻击亵渎 污蔑全能神的话 想以此来吓退我 正在我不知所措时 突然想到 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 给我交通过这些经文 保罗说这话是有背景的 别的福音 并不是指神默示做工说的 是的 我就对于土长老说 我没有信错 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我接受了全能神的默示做工 是跟上了神的脚踪 是的 你说的这段经文 是使徒保罗在主后六十年左右 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 信的内容是说 在恩典时代 只有一个福音 就是主耶稣救赎工作的福音 如果有人传其他的道 与主耶稣的福音不同 就属于别的福音 就是迷惑人的 是的 如果有人接受 主耶稣的名之后 又受迷惑 听从了别的福音 那就是背叛主 是 咱们都知道 保罗说这话时 神还没做默示的工作 也没有人传默示的福音 那么保罗说的 别的福音 肯定不是指 默示主再来的福音 是的 而且保罗从来没说 当主再来时 传默示福音是错误的 他更不敢说 人接受全能神的默示福音 就是背叛主 是 你拿保罗对恩典时代教会说的话 来定罪全能神的默示做工 这不是断章取义 谬解圣经吗 是的 确实实在是 若是指默示的福音 那启示录中预言 我又看见 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 各族 各方 各民 这话又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不能随意套用圣经上的话 来拦阻信徒 接受神的新工作 是的 是 现在 神已经重返肉身 在主耶稣救出工作的基础上 做了一部审判从神家起属的工作 发表了使人得洁净 蒙拯救的一切话语 跟随全能神的人 接受了神话语的审判洁净 被神带入了下一个时代 进入了神给人预备的美好归宿之中 神的默示做工 正应验了启示录中所说的 永远的福音 也就是今天的国度福音 是的 土蟑螂听后十分恼怒 恶狠狠地对我说 你要是不离开东方闪电 我们就对你不客气 我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心里极为反感 心想 你以往口口声声说为我好 怕我走错路 其实就是想掌控我们 怕我们都接受神的新工作 没人听你的 今天我才认清你 你根本不是真心信神的人 是仇恨真理的人 是 想到这儿 我对他说 不管你怎么说 我已经认定全能神 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是不会离开的 阿们 感谢神 你平时在弟兄姊妹面前 不是茶讲 要警醒等候迎接主的再来吗 今天主真的来了 你却不带领弟兄姊妹 寻求考察 把主的羊归还主 还编作谎言拦阻我们接受 你的行为 跟当初抵挡主耶稣做工的 法利赛人 有啥区别 是的 我记得主耶稣 咒诅法利赛人说 你们这假冒文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正当人前 把天国的门关了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你们这假冒文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 勾引一个人入教 既入了教 却使他做地狱之子 比你们还加倍 阿们 今天我才明白 神为什么咒诅 定罪法利赛人 因为他们都是 拦阻人进天国的魔鬼 是 他们自己不接受 神的新工作 还拦阻别人接受 我劝你 不要再搅扰兰祖人 接受神的末世做工了 他看我态度坚决 就气冲冲地走了 感谢神 感谢神 他在农秀了 是 两天后 是我们原派别聚会的日子 我带着全能神教会的弟兄 去给他们传福音 当我们走到聚会点时 看到房前屋后 洒有很多 诬陷全能神教会的传弹 有的还贴在墙上 我心里很气愤 心想 这一定是 图长老他们干的 因我没有听他的话 又直接揭露了他 他当时挺恼火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他知道我们的聚会时间 才特地在这撒传单 就是想迷惑那些 不知情的弟兄姊妹 让他们看到害怕 不敢和全能神教会的 弟兄姊妹接触 他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说不定他还敢报警 若真是这样 今天这么多弟兄姊妹 在这里聚会就不安全了 这一段被抓 后果不堪设想 是 想到这儿 我心里突然有种不安的感觉 正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突然有一个很清晰的意念 得赶紧转移聚会点 是 可这么多人 又该去哪呢 教会里的聚会点 头长老都知道 再说 我们人多 目标要大 他们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我作为教会中的一个同工 保护弟兄姊妹 是我的责任 我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 但想到 神就在我身边 神会做我随时的帮助 我就向神祷告 祷告后 我一下子想到 我弟弟家就在这附近 他虽然不信神 但人性还可以 我到弟弟家跟他说后 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感谢神 这是神开心出路了 是 这让我看到了神的作为 心里很感激 默默地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 感谢神 感谢神 我居然会回家时 电话听的老板看到我 惊讶地说 你怎么回来了 没事吧 紧接着他又说 图某某在我家打电话报警 说你们信东方闪电 让警察去抓你们 你却没有事回来了 你真算走运 我听他这样说 吓了一跳 心里特别地愤怒 图长老可真够态度的 为了拦阻我们信神 居然报警把我们交给警察 真是没有一点人性 是啊 我越想越气 同时又感受到了神的奇妙保守 要不然我们肯定都被抓了 感谢神 这真是神的保守啊 这时我对神的信心增加了一些 就想还得安排弟兄姊妹聚会 让他们得到神话语的交官供应 尽早在真道上扎下根基 对 是 天黑后 我就朝小路去了一个弟兄家 弟兄说他家不安全了 从弟兄家出来 我站在路边 犹豫半天不知道往哪去 这下可咋办呢 随后我又去了几个聚会点 但都不太安全 跑了一个晚上 我身心疲惫地回到家 一下子瘫痪下来 现在难处中 走信神这条路 咋这样艰难 宗派带领疯狂拦阻 共产党又来抓捕 我们连聚会都没有合适的地方 稍不小心 还有被抓坐牢的危险 我越想越害怕 心里很软弱 放弃吧 又不甘心 信主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迎接到主的重归 可一想 我才信 就这么艰难 以后不得更苦 想到这儿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心里呼求 神啊 求你帮帮我吧 痛苦中 我就想到一首神话语诗歌 不要灰心 不要软弱 我会向你显明 国度路上 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哪有那样便宜的事 轻而易举就想得福 今天 人人都要有苦的试炼 否则你们爱我的心 不会加强 对我不会有真正的爱 哪怕是一点点的环境 人人都要过关 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 是 随后我又打开神的话看到 或许你们都记得这样的话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在以往 你们都听过这句话 但谁也不明白 这话的真正含义 今天 深知这话的实际意义 这句话 是神在末世要成就的 而且是成就在 大红龙盘卧之地 受到大红龙残酷迫害的人身上 因着大红龙是逼迫神的 是神的仇敌 所以在此地的人 都因着信神 而受羞辱 受逼迫 所以 这话是成就在 你们这般人身上的 因着在抵挡神的地方 开展工作 神的一切工作 都受到极大的拦阻 而且神的许多话 不能及时得到成就 人便因着神的话 而受了熬练 这也是属于苦中的成分 神在大红龙之地 开展祂的工作 是相当难的 而神又借此难 来做了祂的一步工作 来显明神的智慧 显明神的奇妙作为 借此机会 神将这般人做成 阿们 阿们 感谢 神的话 让我感到一些安慰 也给了我信心 我明白了 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信神 就注定了这条路 是坎坷艰险的 要遭受各种逼迫患难 甚至有丧命的危险 是 但神就是借着 宗教界和执政党的逼迫 来成全我们的信心 是 宗派长老 一个劲地拦走搅扰我 还联合共产党抓捕迫害我们 就是想让我们否认全能神 放弃真道 我不能中撒旦的诡计 是 阿们 感谢神 他们越是逼迫拦走 越需要我们对神有信心 依靠神去经历这个环境 阿们 阿们 想到这儿 我不再痛苦了 想到现在弟兄姊妹都请渴慕 都想多听听全能神的话 我绝不能因着一时的难处 而消极软弱 一定要抓紧时间 找到安全的地方聚会 使弟兄姊妹 尽快在真道上炸下根基 不给撒旦可乘之急 阿们 感谢神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琢磨聚会的事 突然想到主的话说 我差你们去 如同羊进入狼群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去羊像鸽子 阿们 神的心意 不就是要我们运用智慧 与撒旦周旋吗 是的 我想到一个聚会点 更换了我们平时聚会的时间 宗派带领和警察 几次要抓捕我们 都铺了空 感谢神 感谢周围 神的保守 可撒旦呢 不甘心失败 见硬着不行 又失转着 在这期间 图长老让 通宫周弟兄 皇弟兄 两次找我 让我回原宗派 都被我拒绝了 过了一个月 图长老又亲自来到我家 我一看到他 就气不打一处来 就说 你充当犹大 出卖弟兄姊妹 还配做长老吗 就是啊 他假轻轻地说 弟兄 其实这事也不怪我 是别的同工干的 弟兄啊 我们在一起庆祝这么长时间 我是真的不忍心 看着你走错路 被主撇弃 我让周弟兄他们来劝你 你也不听 这不 今天我放下自己这张老脸 亲自来劝你 你赶紧回来吧 只要你回教会 我们不计你的光 你还可以继续带教会 以后还要扩展教会 发展的人 也都交给你来带 我见他想引诱我 心里不停地呼求神 感谢神 全能神啊 愿你保守我的心 能分辨祂的诡计 愿你开启我 赐给我当说的话 阿们 祷告后 我想到神的话 你们 乌要时刻警醒等候 多在我面前祷告 对撒旦的各种阴谋 诡计要识透 要认识灵 认识人 会分辨各种人 事物 教会一进入建造 带下了一场圣徒征战 撒旦的各种丑恶的嘴脸 一一地摆在你们面前 是请止退步 还是站起来靠我而行 彻底揭露撒旦的败坏丑相 不讲任何的情面 毫不客气 与撒旦决一死战 阿们 阿们 撒旦 无时不在侵吞人心中 对我的认识 无时不在张牙舞爪地 做他最后垂死的挣扎 你们愿意在此时 被他的诡计而掳去吗 愿意在最后的工作完成之时 而断送自己的一生吗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撒旦无时无刻不在拦阻人归向神 用尽各种手段和阴谋诡计 来缴找拆毁神的工作 拦阻人接受神的末世就文 是 之前 头长老就发反面宣传单 又带着警察抓捕我们 现在 又利用地位来诱惑我 去头让我放弃跟随全能神 真是太狡猾了 是 我不能被他的花言巧语迷糊 对 是 这时 我心里很平静 从容地对他说 你若真的是为我好 就不要再来打叫我 我接受全能神 是听到神的声音 跟上了神的心做工 并没有信错 是 通过多全能神的话 我才知道 神拯救人类的经营计划 分三部工作 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 国度时代 三部工作 一步比一步拔高 都是一位神做的 阿们 是的 主耶稣做了 恩典时代的工作 全能神做了 国度时代的工作 其实之 就是一位神 只是工作 向前进身了 我们只有 跟上了神的末世做工 才是跟上了神的脚踪 而那些停留在恩典时代 不接受全能神 末世审判工作的人 都不能得到捷径 都是被撇弃的对象 没资格进入神的国 对 是 就如全能神的话说 你若不寻求 末世的基督 供应了生命之道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 得到耶稣的称许 永远没资格 踏入天国的大门 因为你是历史的傀儡 是历史的囚犯 阿们 此时 土长老脸色铁青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还没等我把神的话背完 就怒气冲冲 头也不回地走了 感谢神 感谢神 撒但能秀了 我心里特别高兴 看到只要真心依靠神 根据神的话 分辨撒但的诡计 就能得胜撒但的试探 搅扰 我不禁向神献上 感谢与赞美 阿们 感谢神 经历了这一场 宗派带领的拦阻搅扰 我看清了他们仇恨神 仇恨真理的邪恶实质 这些牧师长老 生怕我们都接受神的 末世做工归向神 再也没有人听他们讲道 他们就成光感司令了 为了保住地位 饭碗 某足的劲 拉拢我们 打着保护群羊的旗号 处处拦阻我们 寻求考察真道 还没有解圣经上的话 来迷惑我们 先迷惑不成 就联合共产党 来抓捕我们 还利用地位来诱惑我 软硬见识 就是想让我 弃绝神背叛神 随从他们一起抵挡神 遭惩罚被毁灭 看到他们 就是当代的法律赛人 是披着羊皮的狼 是的 他们不带领 信头寻求真理 不把神的羊归给神 却百般拦阻人 归向神 是神来做工 把他们显明了 我们才看清 宗派首领的 恶狼本性 他们就是信神 去故意抵挡神的恶魔 是 正如神的话说 那些在大教堂里 看圣经的人 整天背诵圣经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 明白神工作的宗旨 也没有一个人 能认识神 更没有一个人 能和神心意 他们都是无用的小人 都是站在高处 教训神的人 他们都是 打着神的气候 却故意抵挡神的人 他们都是 挂着信神的牌子 却吃人肉 喝人血的人 这样的人 都是吞吃人灵魂的恶魔 都是故意 搅扰人 走上正道的魔头 都是拦阻人 寻求神的绊脚石 阿们 他们虽然都体薄健壮 但那些 跟随他们的人 哪里知道 他们就是带领人 抵挡神的敌基督呢 哪里知道 他们就是专门 吞吃人灵魂的火鬼呢 阿们 阿们 是 在这场熟灵征战中 我虽然有难处 有痛苦 但是神话语的 开启带领 给了我安慰与鼓励 也给了我聪明智慧 使我有了信心 力量 胜过了撒旦的试探与围攻 在神话语的带领下 得以刚强战力 感谢全能神 对我的拯救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 神实在是太全能 太智慧 是 感谢神 就能推现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